请愿 我问你为什么要走 一直都不告诉我 原来这就是原因 什么意思 基因图谱 你应该很熟悉吧 一旦小布丁做亲子监定的时候 我向你对这个并不陌生 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上面的报告 显示我和小布丁 根本就不是血缘关系的父子 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我自己写我的 来 喝 干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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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了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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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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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变了 我全都变了 今晚的瓜哥老 我全都变了 那次我 我喝多了 我把那个人当成了你 对不起 我以为小布丁是你的孩子 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苏星 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看来发布会也没有必要了 我很抱歉 让你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来陪伴小布丁 你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我会尽快办理小布丁的出国手续 让我带他离开吗 小布丁是我的儿子 我不让你带他走 苏星 无论是从法律 还是血缘上 小布丁都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我希望你别阻止我 我希望你别阻止我 在小布丁的问题上 你听好了 我不会做任何妥协 如果你执意带他走 我封背到底 你到底是要执心的 子墨 帮我约金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你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要想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基本为零 我建议呢 最好是双方协商 共同抚养 不要和对方走上司法程序 这样一来的话 很有可能你连孩子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 叔叔 你怎么了 叔叔没怎么 叔叔 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叔叔只是有些难过而已 叔叔 你别难过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看来他已经咨询过律师了 他是怕自己不是小布丁的身负 连探视的权利都没有 他只好妥协了 还是快点办手续吧 我要带小布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对了 你把我在中国现有的公司 全部交给苏星 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呢 把我在这边所有的资源对接给他 包括他的经济约 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你非常不理解 我和您一样 也非常舍不得小布丁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为什么一定让孩子跟我们分开 小布丁是一点点都我给带大的 你能心疼那个女的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妈妈 你就那么狠心让那个女的 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带走啊 你们是不是不要了 布丁 好嘞奶奶跟你讲 布丁 来来来 听奶奶跟你说 听奶奶跟你说 这些是小布丁从小到大的照片 你一句带去美国吧 我希望他长大的时候能看一看 那是他满月时候的照片 脸胖多多的 每次看起来都像小包子一样 想上去咬一口 想上去咬一口 还有这幅 对对对对 你看 对对对对 你看 对对对 你看 我还记得满月当天 妈给他递了个光头 妈给他递了个光头 让我笑死了 不过看起来还是那么可爱 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去看大海 他站在大海面前 突然间哭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叔叔 大海太大了 如果那个时候我少拍几部戏 我就可以多些时间陪他一起玩了 陪他多看几部卡通电影 陪他多吃几顿饭 给他多讲几个故事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们错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我还曾经幻想又一天都长大了 我可以教他打篮球 我可以教他弹钢琴 我们可以一起把酒烟换 颓背换盏 一醉方修 拍着他的肩膀跟他说 哎 儿子 老爸当年也这样 没关系 小布丁留下儿时 你放心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把小布丁留下儿时 你放心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把小布丁 我希望你多点时间陪伴在他身边 答应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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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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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通知 发人拒绝探视 吞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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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该相信你吗 从水镇追到这里 不停地被贴上 疯狂粉丝的标签 我孙小爱 还有我们孙家所有人 从此以后跟苏星 没有任何瓜葛 都什么年代 还对一个男人 要死要活呢 这你看什么呀 你是谁啊 干吗呢你啊 你知道如果我真的站不起来了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 在我能跑能跳 能够看着你的时候 亲口对你说 我喜欢你 你好 我是苏星的助理 这是我女朋友 小小爱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靠我自己的努力 来得来这个男一号 可没想到我 我苏星也是像别人一样 靠女人吃饭的水分的 我承认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 我一直想要 找机会跟你说 但是 但是你一直不告诉我 是在怕什么 对我没有信心 还是觉得我苏星 一直都起不来了 不是 所以你才跟业家做交易 给我换来这个男一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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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布丁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 关于哈利波特的故事 他从书包里 抽出那本旧的 高级魔药制作课本 叔叔 我明天要去美国了 对不对 小布丁 到了美国听妈妈的话 都叔叔忙完了 我就去看你 奶奶也去 好吗 叔叔 你就是不要我了 对吧 对吧 怎么会呢 叔叔怎么会不要你 叔叔 你到底是不是 我爸爸 你跟我过来的 大家好 我是苏星 我要向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其实我的侄子苏润希 是我的亲生儿子 林大姐 你看 七年前她在美国出社 这么多年 我借尽全力地想保护他们 我以为把他们护在身后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 但是却给他们带来了 更大的伤害 现在我终于明白 能够跟家人歼兵歼 站在阳光下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才能让他们 从阴影里走出来 叫不定 七年 两千五百天 你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第一次迈开脚步 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 故事落整条灵带 第一次被捡书包上学 踏进大门的时候的骄傲 我都记得 笑不定 爸爸对不起你 还有 我想对你说 爸爸爱你 来了 我有话要问你 贺叔 您也上去吧 好 我们上去看看 他们收拾完了没有 我放完没想到 你会用这种方法 来对付我 置之死地而后生 你厉害 明娜 其实你跟皮特都一样 总以为别人在跟自己博弈 你总是想赢 但也害怕输 所以你不停地往前跑 可突然间有一天你停下来 往后看一眼你就会发现 其实后面根本就没有人 你别跟我说这些 你先我一步公开 和小布丁的关系 你就是想博多同情吗 你就是想让小布丁留下来是不是 我告诉你没门 我今天必须带小布丁走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误会了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给小布丁一个交代 我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我 但我不希望小布丁离开的时候 是带着对我的埋怨和误会走的 你 当然 我就是想让小布丁可 你怎么不再吃 你看 Collectahaha 最后还要 major 你們是冒冒污 可能 是勒冒精 也不 as 准处 又是搭拒 小布丁 到了美国要听话 叔叔会去看你的 兰哥 小布丁 我们该走了 小布丁 到了美国要听话 好好学习 做个好孩子 小布丁 该走了 布丁 你还记得叔叔给你讲过彩虹的故事吗 以后你只要见到彩虹了 就知道 叔叔在想你 好吗 好 苏欣 时间已经很紧了 应该走了 小布丁 走 我连过来 你还记得了吗 他在做梦里的结婚 和小布丁 我连过来 你还记得了吗 就那我还记得了吗 我连过去 你还记得了吗 我连过去 我的孙子就这么让人家给带走了 就这么走了呀 先别激动 阿姨 小布丁 刚刚看了你的直播 他知道你是他爸爸了 小布丁 小布丁 感谢观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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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不丁 小不丁 米娜姐 你这是何必呢 我不想让我儿子 恨我一辈子 我 我 我 你 你 开机大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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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 好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啊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我们刚刚回顾了 各位提名演员的表演 那么接下来呢 小艾姐 小艾姐 听说有个大明星人原来养花剧 你去不去看看 别瞧我看电视呢 你弄斗自己去了 电视节最佳男主角的是 大国一 苏星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丽 我是兄苏星今天有事情不能来到现场 所以我代替他来领这个奖 我知道你凭借大国一 简宇墨这个角色精彩的演绎啊 你是不是很遗憾 完全没有遗憾 我能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对于我来说 只有满满的感谢 感谢一路以来 帮助我 提携我 爱护我 陪伴着我的我的朋友们 和我的家人 在这里 在这里 我还想再感谢一个人 那个 当初给了我承诺 不管我怎么样 是成功还是失败 是快乐还是悲伤 他始终都在那里 关注着我 唐息着我的那个人 谢谢你 我今天代表演员苏星 代表我的经纪公司 感谢大国一剧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评委 对演员苏星的肯定 我们今后会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来回馈广大观众对我们的期待 谢谢 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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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阿姨 小布丁 你怎么在这儿 苏先生 我可算找到你了 会的谁啊 阿姨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苏府 你是谁啊 我 我是苏先生的经纪人 彼得 孙小姐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苏先生 你可把我害苦了 我到这里来 就是跟你讨个说法 本人 孙小艾 现要求苏星先生发表文章 向媒体和大众解释清楚和本人的关系 洗脱本人身上的所有传闻 特此生命 孙小姐 我可以容忍你说我的人品不好 但我绝不容忍你怀疑我的专业素养 抱歉 苏先生 我在你的身上 根本看不到一丁点所谓的专业 看来你还是不懂我 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知道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如果我真的站不起来了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什么 那就是 在我能跑能跳 能够看着你的时候 请不对你说 我 喜欢你 孙小爱 我喜欢你 我不要任何的先话语掌声 我也不要任何的奖项 此时此刻我没有扮演任何人 我就是我 苏星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水镇 你喝得醉醺醺 我们两个一起 从你的房子上掉了下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第一次有了行报 保护你的欲望 也许在那一刻 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就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你说你想拼命地 融入到我的世界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融入到你们的世界 好吗 你说你不想破坏我实现梦想 你说你不想破坏我实现梦想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想要的 从见到你那一刻起 是 你实现梦想破坏我实现了 라 melan行破坏我实现了 你这样子 我实现了 你这样子 曹少安 你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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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拆我北她 嫁给我好吗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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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叶老师怎么跟你说的 他跟我说 你的心里只有我 根本装不下任何人 你跟他走 也只不过是想 欲擒孤纵而已 讨厌 我才没有呢 可是我有 我每天都在想你 心里根本装不下任何人 一年多不联络 突然来了 就演了一个这么大的戏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藏着 你的婚纱账帽 为什么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在你身边 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分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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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苏太太 你好 苏先生 以后的日子 请多多关照 好 请多多关照 作词 李宗盛 插进最深的土壤 为盖出不败的花 来不及 就遗忘 他们捕捉我的光 你却看穿隐隐背面的假装 在这座城市围墙 在这规则的广场 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 星空下的你啊 有最暖的心脏 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 又能怎么样 星空下的我啊 卸下盔甲给你肩膀 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 他们捕捉我的光 他们捕捉我的光 你却看穿隐隐背面的假装 在这座城市围墙 在这规则的广场 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 星空下的你啊 有最暖的心脏 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 又能怎么样 星空下的我啊 卸下盔甲给你肩膀 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